2. 权利金、管理费、辅导费 比较像是加盟后持续使用品牌的一个权利 或总部协助你用任何方式吸引更多消费者 对你的一种资源辅导的成本 那收取的明目其实不同 但用一起大同小异 那收取方式以每个月收取居多 一般约3到5千块不等 金额会是各总部额定 还有一种就我所知道的 就是会用百分比去做收取 例如你的营业额100万 收取2%好了那就是2万块 那如果说你的营业额是40万 那他就是收取8千块 那就我所知道 其实这一类的费用 如果说是用百分比去收取的话 像这样的总部都是没有做起来居多 我也发现 其实越来越多新品牌总部 其实一上线 为了要抢四战 则取消收取类似像这样的费用 甚至连加盟金也不收咯 那各位朋友 如果说在选择的话 其实可以多问多比较 三 店面的租金与押金 假如你店面租金是5万块好了 你在与房东打契约 乘租的时候 光是第一个月的租金 加两个月的押金 就要15万咯 那在2017年内政部公告 新版的租屋定型化契约 更明定押金不得超过两个月的房租 为什么会有押金 担保房客在正常缴租金 还有承租期间内房客造成的损坏 那什么情况下会被扣押金呢 可能你原本打了两年的租约 但你提前解约你不租了 就必须要赔偿一个月的租金当委约金 那我也是遇过蛮多不错的房东 会试你的状况 可能你是女生遇到男房东 你可能稍微跟他捺一下对不对 或者是因为一些不可抗力质因素要解约 他也不会扣你的押金会全速返还 或是你的租金一直没有缴 房东就可以拿你的押金去抵扣 还有一种就是你解约了 你也搬走了 但遗留一些家具或是垃圾 房东可能一而再三而三 叫你来处理那你不处理嘛 房东就可以用你的押金可能清洁公司来清洁 那这些费用扣除之后剩下再返还 原则上其实在租屋的一些契约中止 你也返还店面也没有任何刚刚所讲的这样的问题 那房东就必须要返还你全速的押金 四行销费用 在这个世代各行各业都需要透过行销让大家认识你的店 方式不外乎就是请美食部落客 IG网红分享 或是FB的点击广告 还有美食节目等等 如果说你每个月可能花五千块的行销费用 却可以为你的营业增加五万块 那当然也是一笔值得投资的预算啊 因为在这个必须要仰赖行销的年代 如果说你花一笔行销费当敲门砖 如果说更有机会让你快速的累积你的中式客户量 那这样子也不错 行销部分我们也分为开幕活动跟行销的预算 以及刚刚提到未来长期投资的行销费用 因为开幕行销活动的预算 会是你想要发挥的程度可大可小 因为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新闻媒体报导 有人为了造势请了明星来站台剪彩 或者是五龙五四啦 或者是为了招来排队人潮 给出超级优惠甚至免费的商品 这些其实都是应该被列入计算开店的首次成本 5.首批原物料 加盟主在评估开店预算时 其实首批原物料也是容易被忽略的费用之一 那一般大约可能三到八万左右 因为你第一次什么东西都没有 所以首次进货的金额一定会比较高 那看你的品牌的产业别 也可以多跟总部询问一下 可能该原物料以合理的使用周期大约是多久 这样你也会更了解你未来的原物料进货量的成本 以及现金周转的准备 6.周转金 周转金也是许多加盟主担心准备不够 或是不知道要准备多少 最好是准备6个月的固定电支出的费用 像电租金或是人事费用还有水电瓦斯等等 古云说 人事英雄前四胆 当你做什么决策时 不要因为钱准备不够 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那很多机会你就错失掉啊 就很可惜 但如果说你的资金真的不够多的话 那我也会建议最少最少要准备 三个月的电支出当周转金 因为你电一开始营运 前两三个月算是蜜月期 现金流相对稳定 再加上你准备三个月的周转金 前半年的资金上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足以应付突如其来的状况 7.续约金 跟加盟总部的合约期满后 你要继续合作就要再重签一份加盟合约 然后跟你收取续约费用 那据我们接触的总部 大都不会再收取这些费用居多了 那如果说有收的话也会有一些折扣 所以在签约的时候你一定要问清楚 续约金这个部分 虽然技能未必会很高 但也避免说续约时产生小小的不愉快 以上是目前连锁参营总部 在招商加盟时会收取的费用项目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说你想要询问的问题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来交流求进步 那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赞分享订阅 让我们更有动力可以拍摄更多影片分享给大家 也记得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们每一集的 创业加盟的知识跟经验的分享 我是第二位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